在文化中心大舞台上展現平日練習土豐舞的成果 不僅僅女士們跳得好 男士們也扭得漂亮 更舞出健康和朝氣 延歡老化 其實我三四十年前就有跳過 一兩年 那時候當兵前跳過一兩年 然後後來就等於說現在年紀大了 65歲以上的長青班 長青班有土豐舞所以我就參加了 大概就這樣子而已 但是你現在是個年紀 對身體健康也好 對身體健康也好 而且可以等於說跟大家年齡相恍佛的人 聊聊天 反正就是互相交換心得一下 滿不錯啦 主要不是跳舞 主要是大家社交活動 大家年紀大一點 大家互相交換一下生活的心得 這比較重要一點 這活動滿好的 是是是就是因為這樣子 這樣很好 因為互相有一個這樣 交流對像對人來講的話就是 會比較好一點 在家裡面就兩個夫妻兩個人的話 就比較沒有那種生氣 有很多的等於同好人在一起的話 會非常的等於就說有勃勃生氣 上課要強要去上課就很高興這樣子 由基隆市政府社會處主辦 環宇國際文化教育基金會 承辦的第40期藏青學院成果展在文化中心演藝廳舉行 由土風舞班和國際標準舞班等12個各類科班級共同展演 讓學員們展現 讓學員們展現終身學習活躍老化的成果 第二樓我們有一個靜態的展覽 書法啦 揮畫啦 攝影都在那邊很優雅 然後很有品味 那今天呢 我們的活動是動態的 那主要就是包含一下 土風舞啦 樓利球啦 幸福權啦 國標舞等等 那希望呢 我們所有的同伴們呢 能夠繼續支持我們長青學院這樣的活動 然後呢 能夠踴躍來報名 那我知道報名競爭非常激烈 不讓土風舞班專美於前 國際標準舞班一對對的搭檔 更是跳出銀髮族的活力和閃耀 長青閃耀 活力熊 這個題目 首先給的印象就是 健康活力 快樂希望 那麼把這樣子的精神 放在基隆市的時候 我感覺到特別的天氣 為什麼呢 因為基隆市 所在創意的 所在努力的 就是建設一個學習型的城市 當一個人專注的學習的時候 不會 我相信這個對長者特別的有吸引力 相反的 他會活得非常的快樂 非常的有活力 因為在學習 這裡面是一個不斷的 反除跟創新的過程 從學習當中 可以知道自己 體會自己 然後去認知自己 然後永遠的 自己都是一個新鮮的人 所以可以永遠有希望 現場更特地表揚 各班老師的專業教導 以及班長們服務的辛苦 今年度長青學院總共有52個班 將近1300人 其中超過90歲的學員總共有8位 而在文化中心動態成果展現場 則是湧入700位左右的學員共襄盛舉 除了有動態的展演 長青學院靜態的俗話展 也在基隆市政府一二樓的一廊展出 展期到12月30號為止 歡迎市民朋友一起到市政府的文化藝廊參觀 細細品味觀賞長青學院學員們的作品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